這首歌是我新寫好曲的 我大部分歌都新寫好曲 然後還蠻喜歡這個旋律的 然後呢這一次我也特別請來了 金曲編曲家 我後來還知道他得了金曲獎 Martin Tang 就是 他是一個很資深的新加坡的編曲人 我從來沒有跟他合作過 這一次我就想找一些新的聲音 我就把我的曲交給他了 他編出來的時候讓我覺得 哇原來我的曲也可以有那麼大的張力 就是我通常的歌 不管是傷感的情歌 開心的情歌 溫暖的情歌都會有一點點的 就是說還是蠻溫和一點 是 可是他這個編曲把整個感情拉大了 然後我聽到說好喜歡 而且我通常我的編曲都是鋼琴的嘛 那這一次他用的全部都是吉他 沒有鋼琴的聲音 你說力度就不同了 對那感情也不一樣了 所以詞就後來才填進去 對後來填進去 嗯 我也用了很久的時間才說服自己填詞 因為我 我用的字不會太複雜 我用的字都是很簡單 可能是我們常聊天的一些簡單的字 是 可是我希望大家 聽一個歌的時候他走在街上 他聽到這個旋律 聽到這個聲音他也知道我在寫什麼 嗯 因為有一些歌是 詞的複雜度 需要閱讀才會知道 你一定要拿歌詞來看才知道他說什麼 可是我是希望人家不小心聽到我的歌都知道我在講什麼 所以我都 一方面也是會只能寫那麼簡單 是 就是比較口語化的啦 對 可是我希望他比喻的東西是讓人家有感覺的 譬如 譬如說 海浪清吻的 海哭時爛嗎 這個大家一聽都會知道啊 這不用 特別比喻了 那個不是 是 通常是一句話的那種比喻 譬如說 海浪清吻的沙灘 他 為我製造浪漫 我很喜歡把身邊 其實沒有生命的東西把它生命化 就是擬人化就對了 把一些自然的景象 對 我的副歌的第一句就是 連天空都在笑我 笑著我太天真 其實也許很多事情是 天空都在看著我做每件事 他都在笑我了 你這個 嗯 你太天真了 這樣子類的 對啊 好 那我們要現場聽一小段嗎 光良的新歌太天真 連天空都在笑著 我太天真 不是都說好我們不會改變 你曾寫下的諾言 我深深刻在心裡面 等待你會出現 還哭時爛那天 連世界都在看著 我太天真 不是說好要愛到 最後一天 收起所有的思念 那是我唯一的捐點 讓愛隨風漂流 飄向海的另一邊 飄向海的另一邊 再至於現在網路很流行 歌迷會跟歌手在一些 SNS網站上面互動 是 我又一次打開我的 pluck 就跟歌迷聊天 就有一個歌迷 突然間就蹦出一句 大家都很開心 他就說 我今天很難過 因為我送了男朋友去當兵 我們要分開了 大家都其實都沒有理他 就覺得怕去 因為他心情不好嘛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這樣不對 去關心他一下 就問他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 他說 他說 好傷心哦 這樣 然後 離開之前 他還在我的掌心寫了一些字 或什麼 我就覺得 啊 因為我 你有首歌叫 掌心 掌心 對對對 所以 所以有時候一些感動 是來自於一些 別人的開場白 對他講了這個東西 我那天真的打算寫這個歌的歌詞 我其實一直也沒有寫 我一直在收歌 可是 唱了很多遍很多其他的歌詞 就覺得還是有一點點不太 有太適合的 後來我的經紀人就鼓勵我說 啊你來自己寫吧 你來自己寫吧 那天我真的打算寫歌 嗯哼 我就說你開了我想寫歌那種衝動 然後你多講一點 他就說 就是他們分開那種過程 當然他們不是分手嘛 可是我 有一些人可以為了 暫時跟他的愛人分開 卻 那麼的難過 所以我就想寫一個 如果這個人不再會在我的身邊 那怎麼辦 這樣 所以這首歌我就寫的比較重 甚至我想像這個男生已經知道 這個女生已經不會再回來了 可是他還是卻願意 說 全世界都在看著我那麼天真的去守候著你 可是我覺得值得就好了 這樣 你有沒有唱過男主角是壞人的歌 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 那就要唱過 光兩道情歌一直都是 還沒有唱過 可是我覺得多多少少情歌 可是一定很多人是這樣子 就包括你聽到的故事 應該也是數落男生的 這個其實我有想過 在一個歌詞裡面 一首情歌裡面 其實聽情歌有男生去聽跟女生去聽 所以我每次去判斷一個情歌 是不是適合在我身上的時候 第一是講 這件事情會不會發生在我身上 跟我的態度是不是這樣 就譬如說有一些東西我碰到一些感情上的問題 我一定不會有這樣的舉動 我就會跟寫生說這不像我 你覺得如果太負面了 譬如說怎麼負面 就是比較負面的情緒 可以在 可以在 可是也許是 不是那一種 有角色的那一種 偏離 就譬如說有一些人會寫 男生的大男人主義 卻女生聽了之後 也許是很多事情想反駁的 那我覺得一首 一首成功的情歌是男生女生聽 都有他們角度的感動 是女生可能聽覺得 對其實就是這樣太對了 男生聽也覺得對就是這樣 可是也許是男生來講男生的角度 女生來講女生的角度 可是當這個歌手唱這個歌的時候 男生女生聽都覺得 大家各取手續就對了 對 可是這很困難耶 光剛才聽到今天這個標準 我覺得是蠻困難的 就是大家聽了都喜歡這個歌 每個各想各的事情 我童話有做到這一點耶 我童話這首歌做到這一點以外 它意外的讓我收穫 它連年齡層都沒有分 它可以從五歲的小朋友 到老闆級的人 年齡層以外也有階層的沒有分 包括 有一些是真的是一個集團的 什麼大企業家的老闆 他直接告訴我 我太喜歡你那一首童話了 我說 就是我覺得 就是所有人聽都覺得你講得太對了 這件事 所以我每次想寫歌詞 或者是唱歌詞說 第一先檢查在我身上成不成立 二就是先檢查有沒有 有一些人聽了覺得 我不贊成你這樣說 了解 所以在你身上大部分都是溫和派的 才成立對不對